大家好,欢迎来到DocLiu的五分钟系列讲座 上一讲我们介绍了单个变量数据简移分析的一些通用的方法 这一讲我们来谈一谈 当我们希望分析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时 都有哪些常用的方法和注意事项 首先在我们通过数据来分析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之前 我们先要明确数据是怎么获得的 对于不同来源的数据我们会有不同的解读 一般来说我们采集数据的方法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观察性研究Observational Study 另一种称为介入性研究或者干预性研究 Interventional Study 在观察性研究中我们希望观测研究对象本来的样子 我们会尽量让我们的研究行为不会干预到我们观测的数据 而在介入性研究中我们操纵实验条件来观测实验对象受到的影响 这时我们的数据分析方法往往和我们的实验设计方法相关 当我们通过观察性研究来分析两个变量A和B之间的关系 我们要注意的是从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 并不一定能够推出两个变量之间具有明确的因果关系 比如我们观测到上补习班越多的孩子成绩越差 但是我们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说补习班使孩子的成绩变差 因为更有可能是成绩越差的孩子会上越多的补习班 又比如我们观测到游泳好的人往往都有较好的身材 但是我们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说游泳一定能够带来好身材 因为游泳好和身材好这两件事有可能是互为因果 哪个是更强的因很难说 类似的例子还有肥胖和糖尿病高度相关 医学上只能说一种病症会增加另一种病症的风险 但是其中的因果机理 谁是因谁是果没有介入性研究的数据就很难说得清楚 还有一种常见的情况是 A和B呈现相关关系的真实原因 是他们都受到第三方因素C的影响 而A和B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联系 比如冰激民的销量和淹死人的失误率 呈现正相关的关系 并不是因为他们之间有任何的因果联系 而是因为他们都受到气温这个因素影响 这里列出两个变量A和B 呈现出相关关系的五种可能的情况 第一种情况 A是因 B是果 第二种情况 B是因 A是果 第三种情况 A和B互为因果 第四种情况 A和B都是C的结果 最后还有第五种情况 那就是A和B之间的相关关系 纯属巧合 也许你觉得巧合的几率太小 但实际上 如果你考虑的变量的范围足够的大 找到两个实际互不相关 但是数据却呈现出相关关系的变量 并不困难 比如这个例子显示 每年游泳池里淹死的人数 和影星 尼古拉斯凯奇出演电影的数量 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单纯的看数据 就会出现迷思 所以在观察性的研究中 我们往往要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 还要加上我们的常识经验和逻辑推理 才能够对因果关系 做出合理的推论 在用常识和经验无法做出判断时 另一种方法就是进一步的进行介入性的研究 通过操纵实验条件 来研究和验证可能的因果关系 在介入性研究中 当我们希望研究两个变量 A和B之间的关系时 我们做实验设计时的首要任务 通常就是要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 比如说我们要研究变量B 对变量A的影响 这时A是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 B是次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 然而在真实的实验中 因变量A往往还会受到很多其他因素 比如CDEF的影响 这些因素可能会成为干扰变量 或者混淆变量 英文叫做confounding variables 干扰变量通常不仅会影响因变量A 还和次变量B有关联 干扰变量的存在会扭曲 A和B之间真实的因果关系 在实验设计中排除干扰变量的影响 有很多种方法 首先如果一个干扰变量是可控的 我们可以在整个实验过程中 使这个干扰变量维持恒定 从而排除这个干扰变量对于实验的影响 如果这个干扰变量是不可控的 我们可以用blocking或者叫做匹配分组的方法 针对这个干扰变量进行分组 在每一个组内保持干扰变量的恒定 并在每个组内设置实验组和对照组 如果有干扰变量既不可控又难以分组 我们还可以通过随机化的方法 来尽可能的消除干扰变量的影响 此外在医药学中通行的双盲试验 对实验对象和实验人员都屏蔽实验信息 也是为了尽可能的排除人为因素 对于真实的因果关系的干扰 实验设计对于做科研是一门很有用的课 以后的讲座会根据听众的反馈做更多的介绍 今天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下一讲再见